这个男生名叫花泽灰气 是黑醋中学二年级的一名中学生 也是黑醋中学的理番长 拥有强大的超能力 书届上回路人轻松击败了校集团教主小九窝 之后找到师父灵患解决了自己的苦恼 这二天一早 路人刚从睡梦中醒来 却遇到了小九窝 不过这个形态的小九窝并未被路人一眼认出 小九窝只好自报家门 并且讲述了昨天的事情 之所以小九窝冒着被消灭的危险前来找到路人 是因为他也有想要实现的梦想和野心 因此小九窝才来找路人 想要与其联手站上世界顶点 然而路人却对这一切完全没有兴趣 小九窝苦苦哀求 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让路人心软了 随即表示 只要小九窝不作恶就行 黑醋中学这边 混混们正在发生冲突 出战的是严中学藩长鬼瓦天涯等人 对战黑醋中学藩长枝野刚等人 严中学的鬼瓦 以压倒性的实力打败了枝野刚 就在这时 这也刚找来了黑醋中学的底番长前来 鬼瓦等人被其轻松击败倒地不起 此人名叫花泽灰气 也是个天生的超能力者 灵魂相谈所这边 灵魂接收到雏林委托 这次委托是将领异照片上面的恶灵净化掉 然而灵魂使用的雏林方法 竟然是将照片上面的恶灵批掉 只要将照片处理得毫无PS痕迹就能糊弄过去 这也是灵魂雏林的必杀剂之一 就在此时 路人带着小九窝前来找到了灵魂 路人想要征求灵魂的意见 看是否除掉小九窝 灵魂声称 小九窝灵力太弱 自己无法看到 不除也罢 虽然这只是灵魂掩饰自己没有灵力的方式 却也让小九窝逃过一劫 能够继续留在路人身边 严中学这边 放学后 米里一找到了路人的弟弟小绿 于是采访了小绿 关于哥哥路人超能力的事情 小绿担心哥哥遇到了麻烦 才答应了米里一的请求 原来自从上次 路人打败小九窝摧毁校集团后 校集团的教众们 将路人视为神明十分敬仰 并且成立了新宗教 超能锅盖头教 还在四处寻找教主超能锅盖头 不过只有米里一知道 超能锅盖头的真面目就是路人 米里一觉得 路人可以变得更加受人瞩目 所以想要从弟弟小绿的视角 来为路人做个特技 违想的却遭到了小绿的果断拒绝 小绿告诉米里一 哥哥的力量不是杂耍 最后愤然离去 曾经的小绿 以为自己的哥哥拥有超能力 那么身为弟弟的自己 总有一天也会拥有超能力 然而事与愿违 直至今日还是没能得到超能力 这样的情况一直烦扰着小绿 第二天早上 小绿与路人一同去上学 小绿问路人 为何不在平常生活中使用超能力 路人告诉小绿 因为没有找到用超能力的必要 超能力也不是生存的必要条件 有了超能力 既不能让自己拥有肌肉 也不能让自己看透女人心 和懂得看气氛 更不能让自己拥有像小绿那样的智慧 路人表示 自己非常羡慕小绿 让小绿陷入沉思 鬼瓦这边 找到了肉改部部长香甜五脏 原来是鬼瓦 想要请肉改部 去往黑醋中学一雪前耻 可肉改部 从来不是为了打架 才将身体念得强壮的 被肉改部拒绝的鬼瓦 看到路人灵机一动 准备利用路人 来驱使肉改部 参与自己的复仇计划 随即冒充女生 写了一封情书给路人 声称仰慕路人已久 想要在黑醋中学附近公园 见一面 小绿窝一眼就看出了 这封情书是男生冒充的 黑醋中学的班长 枝野刚再次收到了鬼瓦的挑战书 鬼瓦声称 自己找到了帮手 要在黑醋中学附近公园约假 但是却因为错别字 多得黑醋中学婚婚们狂笑不止 鬼瓦等人则是在暗中 等待路人与枝野刚等人碰面 果不其然 路人真的出现在了约会地点 因为路人觉得 要是真有女生在等 就太不礼貌了 鬼瓦还在肉改部留下了路人被黑醋中学绑架的字条 部长香甜五藏带着其余四人 立马赶往了黑醋中学 这也刚以为路人是鬼瓦请来的打手 便将其绑了 从对方口中 小九窝得知路人是被鬼瓦利用了 随即让路人使用超能力对付对方 路人表示 超能力不能随便对人使用 这是路人与师父灵患之间的约定 自己不能打破 就在此时 有人前来报告 声称严中学的人打上门来了 出手的正是严中学肉改部的香甜五藏的人 他们只是来解救被绑架的路人的 只野刚这时候才知道自己中了鬼瓦的技 但是碍于面子 不打算就这样放走肉改部的几人 随即一声令下 小混混们蜂拥而上 攻向肉改部 但是他们没想到肉改部的五人竟然如此强大 几个回合就将所有人全部解决失去占领 就在此时 黑醋中学的李藩长花泽灰气出现 花泽一上来 就运用瞬间移动击倒了只野刚 因为身为藩长的只野刚败北 让花泽颜面尽失 肉改部不想惹事准备离开 却被花泽阻拦 五人只能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应战 虽然花泽看上去只是普通人 但却比熊的力量还大 肉改部的成员再次从花泽身边站起 并感叹 花泽如此小的身躯竟然有这般力量 一定是拥有罕见的好肌肉 花泽轻蔑一笑 再次出击 将五人轻松击飞 鬼瓦见状立马冲向花泽不断出拳 却被空气墙挡下 因为他们不知道 花泽根本不是用的肌肉力量 而是他那与生俱来的超能力 击败六人后 花泽才注意到被绳子绑住的路人 路人表示 花泽的超能力不应该对人使用 紧接着身上的绳子解开 花泽下巴都禁掉了 花泽没有想到 除了自己之外 还有天生的超能力者 立马决定与路人开战分出胜负 确定上下关系 花泽飞速攻向路人 却没能给路人造成半点影响 路人不想与其对战 准备好好谈谈 可是花泽却十分警戒 急速在路人周围闪现 面对身为人类的花泽 路人不打算反击 因为师父告辑过路人 不要对人使用超能力 如果使用不当的话 就会变成凶器伤害别人 路人也不打算让超能力掌控自己的人生 所以才想要改变生活方式 加入了肉改部 可是花泽的想法 却与路人完全不同 花泽觉得 拥有超能力的自己是特殊的存在 世界就应该以自己为中心才行 小九卧见路人不还手很是担心 于是向花泽提出 这次对战就算是平手 却被直接拒绝 看着小九卧在自己面前被处理 路人内心有一丝波澜 花泽不断叫嚣 声称小九卧的存在本来就毫无意义 刚傲的花泽动不动就贬低他人 让路人有点不爽 并声称 比起花泽小九卧算是个不错的家伙 这样的话语直接记录了花泽 花泽爆发超能力不断攻向路人 黑宿中学的教学楼 因为花泽的超能力变得破烂不堪 可是花泽的攻击根本无法伤及路人分好 花泽见路人总是不还手 便打算测测路人的扛揍能力 更加强大的超能力 让二人的面部变得扭曲 路人撞穿墙体 被打到了家政教室中 花泽操控厨具箱中的菜刀指向路人叙事待发 被路人赠送地中海法型的花泽路不可遏 扯向领带便为箭体一般全力出击 然而还是无法对路人造成伤害 路人声称 花泽与自己是同一类人 当然路人所说的 并不是只二人都拥有超能力 而是只二人都完全不自信这一点 因为二人若是没了超能力 就什么都不剩 就像路人自己 没有朋友 没有显眼的沉寂 除了超能力 甚至比平凡人还平凡 不愿接受事实的花泽 被说到痛点激动不已 立马冲向路人 并扼住路人的喉咙 让其闭嘴 由于花泽没有使用超能力 路人也没有防守 花泽想要以这种方法 逼迫路人使用超能力否定自我 路人死也不肯 脑海中想起了往事 小时候 路人与小绿在街上遇到一群小混混 小混混抢了兄弟二人的压岁钱 小绿为了追回压岁钱 被小混混殴打 路人一气之下 直接重伤了小混混们 恢复意识后的路人 发现小绿也被伤及 后悔不已 所以自己绝对不能对人使用超能力 路人的信念 让路人没有使用超能力失去了意识 花泽健壮 内心五味杂陈 只好离去 就在此时 失去意识的路人 爆发强大能量站了起来 花泽立马打开最大保护屏障 却被轻松破掉 路人的身体 开始不断吸收花泽的超能力和大气能量 此时的花泽才感受到自己是个井底之蛙 路人的强大 是自己一生都无法触碰的领域 路人身上爆发的能量 直接让黑素中学消失 恢复意识后的路人健壮后悔不已 因为他又一次运用超能力引发了事故 各种情绪的堆积 终于让路人的感情积攒到了百分百 正是因为这个百分百的悲伤情绪的力量 让原本面目全非的黑素中学恢复了原貌 当然除了花泽被震碎的衣服裤子 黑素中学的混混们醒来后 发现花泽输了直接逃走了 事后路人冒着大雨在街上寻找了三个小时 可是还是没有找到小酒窝的棕墓 回到家中 路人为小时候用超能力误伤小力道了歉 小力却声称 当时是混混打伤了自己不是哥哥的错 然而小力所说的一切是真的吗 接下来兄弟二人之间又将发生什么呢 遇之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我是老蔡峰 我们下期见